大家好,我是肖敏 今天我们吃彩椒 大彩椒肉厚之多 又脆又甜 天热的时候吃着很舒服 彩椒最简单的吃法就是 直接吃或者凉拌 尤其是冰镇之后 特别爽口 所以接着你喜欢的大小和形状 可以蘸黄豆酱 拌油醋汁或者其他调料都可以 如果你吃不惯生彩椒的那个味道 也可以炒着吃 可以直焯彩椒 也可以加点牛肉一起炒 这样更好吃 牛肉要先腌一下 炒出来就会比较嫩 小苏打的量不用太多 如果你吃到牛肉有点色的感觉 那就是小苏打放多了 下次就少放点 像我这种铁锅 一定要烧热 放油之后立刻放肉才不会粘锅 肉变色就先盛出来 再炒彩椒 彩椒翻炒几下 再把牛肉放回来 加点盐和黑胡椒就好了 还可以把彩椒换成辣椒 或者大葱 洋葱等等 你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 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胃口 谢谢大家观看